哈喽搜狐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深 我目前觉得我还不是 在我心中的流量艺人周千伦 哎呦不是我 目标太远 下一个话题 也太远了吧 也是没有那么多人在我耳边赞美我 每天一起床 就是你唱歌真好听 你觉得这像人的生活吗 不啊 不会啊 我们歌手界有很多书像时候最好的 比如 老师 当然会有 我也是个人啊 哇学会开车对我来说 已经是挑战非常大的事情了 开车就够了 是通过幼儿园的车车吗 最想开车去的地方是哪里 是 哎呦 紧张到我满身是汗 真的是 我满身是 我的家 今天晚上是跟腾干儿老师合作吗 就是能谈一下对腾干儿老师的印象 你跟他合作的那个感受吗 对腾干儿老师的印象 你唱歌唱得很好听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采访结束 拜拜 见到他就觉得 很害怕 毕竟格控模仿过他很多次 模仿的也不太正经 也没有道歉 反正 对 而且也在一个 比较正式的一个场合 继续想想的模仿了一下他 蓝蓝的天空 模仿的非常像 比腾哥 还腾哥 好高啊 我们发现我对所有的艺人都这个印象 我觉得 腾哥老师可能应该不会很高 可能1米7 见完腾哥老师真正会觉得 哦还蛮高的 他们都在点头啊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我觉得他唱的很好听啊 很好听 而且很有特色 而且在后面有一两句 真的有被感动到 因为完全就跟我的 我的处理方法完全不一样嘛 就可能他会更辽阔 更豪迈 更有力 或者更直接的一种表达 永远停留在这里 真的不是贬义 你们不要看我在笑 我是真的有被那种 有力的东西 有抨击到 那会把腾哥老师这种演唱方式 运用到自己以后的作品中吗 世间只需要一位腾哥老师 我很害怕东施小平 近些年就是你居住成功包了 各大热门影视剧的后外 你怎么看待大家对你的这种宠爱 影视剧对你的这种宠爱 开始夸自己了 可能就是声音融入性比较高吧 出来的时候不会突兀 好像还蛮符合画面的吧 如果我的声音能够在剧中出现 去帮忙推进一下他们的情感 或剧情发展的话 是非常荣幸的一个事情 自己是第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要唱多少首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OST是一个很开心 能够被大家听到的方式 因为我爸妈很爱追剧 他们追着追着突然发现 是自己儿子的声音 也是一种陪伴我爸妈的方式 看见自己现在做的话 会否可能谈他们有压力吗 你觉得已经要紧颜慎行 没有 我早就已经开始发现 我自己要紧颜慎行 发现没什么用 尽量控制 尽量控制 希望能够有成效 那么多人喜欢你 会偶尔会觉得 你的飘飘然 觉得我是个流量艺人的感觉 流量艺人 我觉得这是个夸赞啊 我觉得我不是吧 你知道我目前觉得我还不是 在我心注重流量艺人 周杰伦 哎呦 我说 啊 目标太远了 下一个话题 也太远了吧 好像大家都在夸你啊 你进超话 大家都是普天概率的夸赞 所以你没发现 我进超话的次数 越来越少了 也是没有那么多人 在我耳边赞美我 每天一起床 就是你唱歌真好听 你觉得这像人的生活吗 还好啦 就是我知道自己唱歌是什么样子 很开心是一定会很开心 而且会觉得自己唱歌还挺有用的 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人被治愈啊 被给到力量 但你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是可以继续努力的 嗯 压力和感恩并存吧 因为大家平时看到你都是特别开心的状态吗 你一般会有就是不开心或压力很大的时候吗 有的话怎么排解 当然会有 我也是个人呐 也是个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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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唱歌跟看电影啊 是我排解的方式 当然还有刷抖音 哈哈哈 你是一般什么类型的视频比较吸引 搞笑类型的吧 可能因为我一直刷搞笑的 我也只刷得出搞笑的啦 你懂吗 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喜好给你推荐视频 哈哈哈 他最近看了最搞笑的一个视频 我自己前两天想尝试一下 那个一擦拭就变帅那个特效 失败 发过去之后很多人说 第一眼以为是李荣浩老师的偷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李荣浩老师对不起 我超级喜欢您 哈哈 你是歌手界说相当时的最好的吗 不会啊 我们歌手界有很多说相当时的最好的 哦 竟然刚才得罪了李荣浩老师 李荣浩老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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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等一下要去道个歉 哈哈哈 哎呦 紧张到我满身受汗 您觉得自己有当这种搞笑托中的欠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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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树叶有专攻 这几个字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我觉得我就是嘴平 我不存在幽默细胞很发达 我就是画比较碎 而现在已经越来越碎 我在尝试的把它们粘在一起 未来会考虑往脱口秀 或者像是很意思 我先唱好歌吧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没有 那个力气去想到跨界或怎么样的 很开心能够参加到 不是音乐类的节目 比较放松的在里面玩 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我先唱好歌 才会尝试到其他的所谓跨界 或怎么样的 对那之前在综艺节目上 就是一个歌手 安抚大鹅的想法是什么 爱了梦山江 月梦山江 不吵不吵 怎么那么多话呢 鹅们太吵了 可能是平时大家对我的印象吧 你太吵了 而且那个时候会觉得 它们有点可怜 因为虽然它们就是拿来吃的 但是你得骗它们 因为毕竟在玩嘛 你会觉得动物们 哎呀反正就那一下 你觉得想安抚一下它们 看之后考不考虑别问说 就是看之后考不考虑别问说 就是养一只鹅作为宠物之类的 他不会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狗 工作原因 其实没有办法去照顾好它们 我就选择先不养 Ready go 如何每天都保持着这个跨道 还是经济充泳的头 多睡觉 多喝水 少说话 这句话好没有说服力 你比较搞笑的视频 然后杀鸟的形象这么深入人心 会不会给你造成困扰 觉得自己做歌手高冷的影片 被大家布视了 会不会觉得很受伤 不会啊 我高冷吗 我不高冷吧 高跟冷这两个字 怎么贴都跟我没关系 你其实因为总是以杀鸟的形象 深入人心 担不担心 担心我唱深情的歌的时候的影响 是吗 不是 担不担心对你本身个人的形象 不会造成影响 不会啊 我有什么形象 作为一个5G冲浪的歌手 那么多奇奇怪的冷笑话 可70年代梗是从哪里了解到的 我不觉得我是5G少年 很多时候我也刷到 很多热色我也看不明白 嗯 除了喜欢开车之后 还有杀鸟的技能呢 哇 学会开车对我来说 已经是挑战非常大的事情 开车就够了 开车就够了 嗯 那学会开车之后车机怎么样 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最想开车去的地方是哪里 是生米的心灵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一定是喜欢学义的粉丝 你想说什么 来吧 展示 嗯 嗯 果然是抖音刷得比较重 是吧 跟他们互怼的 你也很开心是吗 还好吧 不存在互怼啊 就开玩笑了 只需要他们不要认真就好 我害怕有时候 有一天说了句话 让他们回去郁闷了怎么办 都是开玩笑 都开玩笑 但鼓励的话都是真的 你怎么看在这里的 感情之间的关系 我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吧 也很开心能够看到 很多很多歌迷朋友 尤其生米 他们一些努力获得的东西 我都会特别开心 脑海中突然就蹦出三个字 我不配 因为我觉得 我可能还没有做得那么好 要换成什么 之前有说是你的亲妈粉 妈妈你 就是加油 他们一个个比我年轻那么多 还要我说什么呢 爸爸粉 我年纪也不到 哦 是他们的辣椒粉 因为我很喜欢吃辣椒 自己的女佣粉和男佣粉 爸爸粉 哪个粉的反应最高 歌迷粉最高 那粉字现在都很关心 演唱会和二专的情况 可能会感兴趣 再做再做 知道了知道了 好了好了好了 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最开心的事情是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舞台 愿意让我去唱歌 这是我 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 因为 啊 真的很喜欢唱歌 可爱的秘诀是什么 我不可爱 走开 那休息的时候最爱做什么 睡觉 想听连缓采纹去 发声明 因为粉丝平常准备嘴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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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熬夜皮肤还这么好 头发还越来越多 熬夜 但是我也睡得多呀 我头发不多 就是造型嘛 皮肤也一般般 化妆嘛 就证明化妆师和造型师请的对 瘦啊 就是那种假腹肌 哎呀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